今天休士顿火箭队客场迎战费城76人 好小子林书豪担任火箭队先发 整场比赛表现出色 以9G三分球超越了场地优势以来的记录 很可惜火箭队在延长赛当中防守失误 最后还是以117比123败给了76人队 美国NBA篮球联赛 休士顿火箭远征费城 对战地主76人 林书豪单场标进9G三分球 拿下34分的成绩 创下个人生涯新高 火箭队主力后卫哈登因脚伤缺症 改由林书豪先发 开赛后林书豪活力十足 上半场个人独得整场最高16分 整场比赛19投10中 包括刷屏记录的三分球15投9中 6罚5中 另有12次助攻 5次篮板 可惜火箭守不住76人后卫安德森 在末节的3G三分球 被追平比数 在延长赛中不敌76人气势 最终火箭以117比123败给76人 76人对安德森拿下全场最高36分 而林书豪则是以9颗三分球打破场地记录 同时也追平了火箭队欧里 在1996年创下的队史记录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